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独这辽东之意 却要用万无一失的手段来制服敌人 所以不能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莫非 莫非朕真的已经老了 真的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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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怎么一直说老了老了 还不到五十 比老次还早得很呢 但是朕的心境 却真的已经有了老的感觉 否则怎么会老是做出以前不会做的事 对了 在朕御驾亲征这段时日 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皇上指的是 比如说 治而代理镇处理一般国事 有没有什么不敬妥妾的地方 如果有 你一定要告诉朕 没有 据臣妾所知 太子战战兢兢 刻进职守 已经进了他的所得 其他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好 对了 过几天就是皇上的五十大寿了 皇上准备怎么样好好庆贺一番 你知道朕一生不爱诸寿 所以呢 也就不用多此一举了 况且大凡人的生日 世俗都以为应该欢乐才对 但是朕则不以为然 怎么说 人降生之时 母亲正处于极度痛苦之中 如今朕均临天下富有四海 在娘亲痛苦之日举行庆贺 朕心中实在有所不得 诗经上书 哀哀父母 生无取劳 为什么在娘亲劳苦之日反而欢乐呢 皇上说得对极了 皇上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 要不要请御医 不用了 自从班师回京途中生了一场病 身体就觉得大了不如从前 你说这不是老了又是什么呢 皇上已经回来半个月了 丝毫没有传出才人跟太子的事 才人总该放心了 杨妃也真的遵守了她不告诉皇上的承诺 我才不领她这个情呢 现在最重要的 莫过于如何把皇上 重新拉回我的身边 难道才人有了谱 具体的法子还没有 不过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哪件事 最近皇上身体不好 时常生病 人生病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 莫过于一病不起 一命呜呼 所以 皇上现在一定时常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 恐惧不安 也许 我可以从这上面 找到把皇上拉回我身边的法子 那高沟黎乱臣贼子冤盖苏文 不但经常派人在边界侦察窥探 又屡次不听朕的禁止 不断侵略新罗王国 事可忍孰不可忍 朕决定再对高沟黎 发动军事行动 各位 你们有没有什么意见 皇上 高沟黎的城池大度衣衫兴建 不宜立即攻破 前年皇上御驾亲征 农民已无法耕种 我们又将城内的粮食搜刮一空 接着又发生了旱灾 大多的人民陷入了激情 如果我们现在派出少数的部队 不断地骚扰他们的边境 使他们疲于奔命 只好退入城堡而自保 那么用不了几年 高沟黎的形势将是千里萧条 人心动摇 人民已无法耕种 这样鸭绿江以北的广大领土 用不着经过战争 就可以夺取到手 好 我们就这么办 征冠二十一年 市民任命牛进达 当青秋道行军大总管 出动军队一万余人 子来周渡渤海海峡北上 令任命李士基 当辽东道行军大总管 率军三十万 会同营州部队向新城到北进 水路并发 同时对高构力王国 展开了长期也是消耗性的攻击 自古以来的君王 吉令可以平定战乱统一中国 但是不能够制服蛮夷 朕的才能不如古人 而成就超过古人 连朕自己都不知道缘故 请各位随意发言 告诉朕实情 皇上的恩德功劳像天一样的高 地一样的厚 万物渺小 无法赞美 不然 不然 皇上怎么说不然呢 朕所以能办到古代君王都办不到的事 原因有五点 第一点原因是 古代君王对比自己能干的人总是忌妒 而朕发现别人的长处 就好像发现自己的长处 那第二点呢 人的行为和能力不可能是实全实美 朕总是能够忘记别人的缺点 欣赏别人的优点这是原因之二 至于第三个原因 政治领袖 往往有一种毛病 引进贤财的时候 几乎把他抱到怀里 霸出恶劣部署的时候 恨不得把他丢到山沟里头去 朕看到贤财的时候对他敬重 看到恶劣部署的时候 则充满联系 优秀的和恶劣的都能够得到适当的位置 那第四呢 第四点是 政治领袖对正直的行为言论都很厌恶 有时公开诛杀 有时按下毒手 这种情形没有一事没有 但是自从朕登基以来 正直的干部 肩并肩地在政府任职 朕没有赤退或责备过任何一个人 那第五呢 第五点就是 自古以来的君王都轻视蛮族 而朕呢 则对汉人和蛮人相等的看待 所以蛮族部落依靠朕如同依靠父母 这五点是朕有今天这样成就的原因 岁良 你曾经当过使官 朕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实情 陛下的伟大功勋多到无法计权 而只提五点实在是太谦卑的缘故 我总得我先来 这三个人 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 这三个人 我总得掐出的 他 Ocean 质儿写的 朕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很想把许多要告诫太子的事情 统统撰写下来 也好当作 质儿日后亲政的参考 从中能够得到一点经验 皇上真是用心良苦 不过你的气喘病又发了 还是不要太过劳累啊 休息吧 皇上 叫御医 御医 快叫御医啊 皇上 快来人啊 皇上 皇上 您觉得怎么样 好多了 辛苦你了 真是应该的 御医说 皇上一定要好好休息 皇上一定要听劝才是 好不好 都听你的 不必须 快去 不必须 我会想做什么 不必须 不必须 好 不必须 不必须 你不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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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今以后 除了有关祭祀奏章 外兵军事 敬畏 以及无品以上官员的任命 处决或赦免 仍由朕决定之外 其余国事交给你 有什么问题请教长孙无忌 儿臣谨记在心 好 你先下去吧 儿臣告退 皇上 没事吧 没事 更需要了 好 启奏殿下万岁存寻 今日可有臣帝皇上轻其密奏 有一封 待会儿我会亲自成帝给父皇过目的 待会儿我会跟殿下一起敬见皇上好了 再好也不过了 王国民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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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了 倍速户 outer 标 这是最辛苦的 父皇身体欠安不宜太劳累 只看这一封清洗密奏就可以了 只看这一封朕就可以安心休息了 父皇 你自己看看 儿臣罪嘎万死 皇上 这个骑虎教段志冲的人竟敢劝皇上退位 把皇位让给太子 还说什么这样可以上下太平 公司皆有力 如此大逆不道 请皇上问罪斩首 先把志尔扶起来 谢父皇 五月耸入云霄 四海深入大地 虽也藏污纳垢 但无损于他们的高和深 这个叫段志冲的人 想以他的一句话就让天子退位 这也未免太自不量力了 朕如果有过失这是他的正直 朕如果没有过失 则只能够说明这是他的狂妄 此物仗天不亏于天 寸云点日核损于明月 所以他写些什么又何必去追究呢 你打听的消息确实可靠 魁武才人建议大夫王玄策 在消灭中天竺王国时 结识了该国的法师 纳罗尔索婆妹 鉴于法师法术高强 能研制长生不老药 所以特别带他回国 目前长安城内闻风而至 找他的人多得很呢 如果那个纳罗尔索婆妹 真能研制长生不老药 我不但可以借此翻身 而且能更上一层牛 什么 竟有这种事 太白金星 白天屡次出现 太史占卜说是有女主兴起 还有 还有什么 你快说 还有什么 这边流传神秘预言书籍密记 上面说 唐王朝三世之后 女主武王夺取政权 主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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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海双天疑判莫测 沙海桑田 变幻莫测 往这边 让祝儿 可有? 太史令 参见国舅 太史令 皇上看过密记没有 皇上翻阅密记 心事难平 有感而发 太史令何罪之有 太史令博览群书 想必也看过密记 在下也刚看完不久 密记上说唐王朝三世之后 将丧国于武 唯言耸听 惊心动魄 不知道太史令 看了以后有何见教 事实变化无常 难以逆料 一经说 福兮祸所福 祸兮福所以 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这么说来密记所言不可不幸 这种事不是在下可以断言的 以在下之见 您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可有防范的办法 沧桑变化 人力难以回天 这事民心所向 难以逆料 其余的也就不是臣所能知道的了 果真被密记不幸言中 难道皇上的子孙将被杀尽斩绝 十万江山将毁于一带 这不能不防 该朝换代的事是防不生防 大唐的江山得来不易 岂能容他人轻易取走 我要禀告万岁 把带武的人斩尽杀绝 看谁敢来夺走大唐的江山 你 这 唐王朝三世之后 女主武王将夺取政权 主宰天下 武才人 唐王朝三世之后 女主武王将夺取政权 主宰天下 武才人 女主武王 难道是他吗 这 朕怎么没有想到呢 会是武才人 他 唐王朝三世之后 女主武王将夺取政权 皇上会不会 会不会怀疑我 就是这个所谓的女主武王 李君县单单辱名叫武娘 就被万岁怪罪了 武才人一定要想想办法 脱困解围 否则 一旦万岁怪罪下来 那还了得 兵武才人 万岁驾临了 武才人 怎么办 你们都给我退下 是 武才人 退下 我 是 武才人 尽 秦始皇已经看过秘记了 难道还不明白朕的来意吗 秘记上所说的根本就是妖言惑众 一派胡言 难道一名睿智的万岁 也相信这些为言耸听的鬼话吗 秦始皇兼兵六国之后 童谣四起说 王秦者胡言 秦始皇误以为是胡人 于是劳民伤财修筑了万里长城 结果呢 秦始皇在二十胡亥的手上 难道这个历史教训 还不足以作为借禁吗 自从皇上龙体为和之后 臣妾日夜难安 只想能为皇上 找到恢复健康一劳永逸的法子 如今皇天不负苦亲人 臣妾终于为皇上 找到了等以长生不老的方法 长生不老的方法 嗯 皇上 长生不老的方法 依臣妾看 还是不要轻易尝试才好 没事 武才人说 那位来自中天竺王国的法师 纳罗尔索婆妹 的确能治长生不老 但朕一定要试试 当年秦始皇 汉武帝也曾各处寻找长生不老的庙方 対隆人 结果怎么样 连一点沼果都没有啊 吉儿 朕自征讨高沟里以来 中年缠病在身 而且久久不得痊愈 既然现在 有了这么好的机会 那么朕豪 能够不尝试 然后私 将军已放过 父皇 爺 瞧你慌慌张张发生什么事 禀父皇 房太夫病重垂围了 病重垂围 快带朕去 皇上 黄爱卿 黄爱卿 快躺下 不必起来了 房太夫 凡太傅 万岁 让您老家了 这是什么话 咱们君臣二人同甘共苦了几十年 风雨同舟 甘代相照 名义上是君臣 实际上青铜骨肉 青铜手足 万岁 如此厚矮 真是臣三生有幸 凡太傅 凡太傅 我好 爱情 爱情 我能问是 他 启奏陛下 臣妾携同中天主王国法师 我先纳卢尔苏婆妹参见陛下 快免礼 谢陛下 法师 你真的能够练成长生不老丹吗 如果万岁能够全力配合 本法师就一定可以练成长生不老丹 服下此丹不但百病立即痊愈 而且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那法师又要朕如何配合 快说来听听 炼制长生不老丹 需要各种稀有罕见的药材矿石 缺一不可 这是当务之急 即使在稀有罕见的药材矿石 朕也会叫人为你找到 就请法师立即着手 为朕炼制长生不老丹吧 遵旨 好 终于找到长生不老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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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參見王妃娘娘 皇上呢 皇上他不在 皇上他去武才那儿了 洗手 万岁你又不舒服了 那长生部老丹究竟才能练成 快乐就快乐 皇上, 该服药了 朕不想服 那怎么成呢, 皇上还是... 服了又有什么用, 朕的病还是好不起来 但是御医说... 可是真的没有用啊, 朕不想服啊 皇上... 二位请 禀万岁, 那罗尔苏婆媚法师 终于把长参布老丹制成了 真的? 这里有一对长参布老丹 一天一地, 一阴一阳 服下之后不但百病急遇 而且可以至少天寿五年 万岁, 要不要试一试啊? 当然要了 她十六年不趕快 万岁, 感觉怎么样 万岁 蛮好的 朕觉得通体舒畅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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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时辰之前 您是否服用过金石药物 intelligence 万岁 recycled 伤必须 谨 over 加上 变得了 公子 登山 還要 claimed 那是 梓 皇上, 冷靜一點 皇上, 皇上 朕睡了多久 再一個時辰過一點 朕早會聽你勸 什麼長生不老蛋, 根本就是催命丸 催命我們嗎? 皇上, 你就別再提這些了 安心養兵要緊, 好不好? 朕想要到翠維宮去 好好地敬仰一段時日 麻煩你幫我準備一下 朕在這兒也沒辦法安心養兵 皇上 好 好 你安心地休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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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皇上大县快到了 朕的瘧疾再加上原来的病 皇上 你不要胡思乱想 好好地安心养病 吉儿 朕明白 这回朕的病可能 再也拖不下去了 皇上 你别静望坏书想 安心养病才要紧 吉儿 朕觉得这些年 皇上 朕对你不够好 要请你原谅 皇上 不 臣妾以为 皇上对臣妾已经够好的 臣妾无怨无悔 我没有任何的隐碍 皇上 不 臣妾以为 皇上对臣妾已经够好的 臣妾无怨无悔 我没有任何的遗憾 你知道吗 你变了 臣妾怎么变了 臣妾还记得刚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是那么的帅心 那么的性格 而如今你又变得是那么的睿智 那么的明丽 臣妾 不许 不许 就像皇上说的 臣妾也老了 但是相反的 伟章过时 呈现实践之后 朕却变得有些糊涂 有些猜疾 有些惶恐 那是因为 皇上今年有病缠身的缘故 朕好冷 朕好冷 朕好冷啊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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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啊 好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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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心 好冷 逢不小心 冯凯凶 辕出什么 生命死了 立军也死了 朕所信任的大臣 只有一门两位 朕死 皇上 不要太伤心 皇上会好起来的 人生在世 任何人都免不了要死 你们不需忌讳 朕有两件事要交代 第一 朕死后 除了杨妃之外 所有的女眷 特别是武才人 找出亲近的寺院 让她们出家为你 所有的女眷 特别是武才人 找出亲近的寺院 让她们出家为你 智儿 智儿 儿臣在 两位 智儿是个好皇帝 我让你们来辅佐智儿 你一定要当个好皇帝 智儿 智儿 父皇 儿臣会的 会的 你们要好好辅佐她 她一定可以做一个好皇帝 皇上请放心 成等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好 朕就放心了 夫皇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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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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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民逝世后 长孙无忌下令封锁消息 等李智护送世民灵鹫秘魂金之后 才于29日 正式发布世民逝世的恶训 6月1日 李智正式登基称帝赦免天下 并宣布罢辽东之意 包括武才人在内的世民生情女卷 则被安排去安夜寺出家为民 8月18日 世民被安葬于昭陵 妙号太宗 这就是唐太宗称号的一名 在中国有史以来所有帝王之中 唐太宗李世民 是第一个被百姓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 固然由于他的丰功伟业 也由于他本身具有其他帝王身上 难以发现的美德 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 也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在史52年中唐太宗做了23年的皇帝 自18岁开始 他整整经历了35年的军事政治生涯 在军事上 在起兵返随过程中 李世民从太原沿敦河南下直到长安 在统一的战争中 更是纵横驰骋数千里 他所表现的卓越军事才能和思想 可以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著名军事家相媲美 成帝登基之后 言武修文采取轻摇伯夫政策 惯性民生疾苦 使得隋末极高破产的全国经济 很快得以全面服输 在政治上更是鼓励陈下进见 虚心听去不同和反对意见 同时大胆选拔启用才能之事 终于未成了被后世称道不已的真观之志 一方面彻底解决了长久以来的北方外观 另一方面则政治亲民 最初全国死刑班每年不过29人 后来也不过增加到290人 此外不论在文化提升民族融合上 唐太宗也都有很大贡献 缔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无可讳言 李世民一生当中难免也有瑕疵 像是玄武门之变 对子女的关系几乎重蹈李渊的复程 以及晚年的读断猜忌和迷信倾向等等 但是这些瑕疵并没有使她的丰功伟业因而解刺 毕竟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 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 能够真正超过真观之志的水准